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413页这边它课本上面先提到了自发的过程 Spontaneous Process 所以这边讨论到有一些反应是自发 有一些反应非自发 那它背后决定的因素是什么 就跟Entropy还有Free Energy有关系 所以414页这边 它只是让你去给你一些现象 然后去探讨为什么有一些过程是自发这样 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介绍 这边有一个可以值得来看一下的 415页这边 我们来培养一下文学气质 不然等一下李福田觉得 文学涵养 这边有一首诗 这首诗是特别来描述Entropy 乱渡 不是我醒的 要不要一起看一下 Chaos Chaos keep it coming 请大家深呼吸一下 谢谢 这样才能体恤诗里面的诗意 对对对对 来来来 Can you imagine how life would be if there were no entropy 你可以去想像如果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 或这个世界上没有Entropy 这个乱渡的话 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 Or making matters even worse the laws of entropy were reversed 你如果想或者是说你想像一下热力学第二定律 如果现在是反过来的情况的话 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Books would be straighter on their shelves And children's room would clean themselves Sounds good 对不对 就是如果热力学第二定律反过来的话 我们热力学第二定律讲什么 乱度是永远是increasing的嘛 越来越大的 那如果反过来的话表示乱度是如果越来越小的话呢 欸书他们就会自动归位了 好像还不错 然后你的房间小朋友房间 应该不只小朋友房间 我看你们的房间应该也不会整理 我自己的房间 你们是小朋友好 那个房间他们会自动整理干净 And every rock or stick or tree will form a crystal perfectly 就所有世间所有的物质 所有的岩石啦树枝啦树啦都会形成完美的精型 规则整齐的排列 And there would be no enarchy award 就不会有战争或者是纷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For everyone would know the score 因为反正大家都知道最后会变什么样子 如果是最终的话就是没有entropy 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物质 都在绝对完美纯粹的这种境界 那我们昨天也提到 其实那种境界是在热力学第三定律讲的 在绝对零度的时候 但是这样整个 universe 是一个实气层层的一个状态 For everyone would know the score Everything and every face would have its certain time and place 在确切的时间空间 所有的这个 都是规则有序的任何的事情 或者是我们的表情 都是有机可学的 Replacing it every beach will pass And the endless stretch of flawless glass The sea would be the brightest blue And every day the sky would too How beautiful would be our world If older did command it If all were straight and never curled Perhaps we should demand it 就是看起来好像世界上会变得很美好 所有的事情都是规则有序 那 刚才他这边写说 或许我们应该要求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但是呢到右边这一行再来看 You would think a world sense entropy would be a lovely place to be I said this recently myself As all my books fell off their shelf yet At least I noticed the things that I would miss Like rolling waves upon the sea Or sugar for my morning tea The sugar wouldn't dissolve It's true That anti-entropy holds like glue 好看得懂 就是所有事情 如果说都太规则有序的话 就不会有海浪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都整齐的排列起来了 或者是你把那个 一个方糖放到你的早上 早上喝了茶 或者是 tea 咖啡里面的话 方糖也不会溶解 它就是一直会在那个规则有序的排列当中 这样就没什么意思了 The anti-entropy的话 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排列得很好 然后像一个冰武一样 把everything黏在一起 And after that I saw with grief There will be no fractal maple leaf No beauty in the summer wood Should kaios disappear for good Kaios是什么 混沌 混乱 混沌 What a world to know each day 但每一天好像都很无聊 挺无聊的 因为你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预测 就没有这种多彩多姿的各种可能性 Would turn out in the same old way 所有事情都是一样的 一天一天日复一日都是一样的事情 If entropy would disappear There will be no fortune, fate or luck 你也不用说你买乐透了 那个 Would be no fortune, fate or luck And even after many years Vegas wouldn't make a buck 那最后那句话是这样子 就是你也不用赌博了啦 所以所有事情都规则有序 也都可以去预测的话 那就没有几率的这个问题了 那他这个Vegas就是拉斯维加斯的 不是赌城吗 Would make a buck Buck你知道是什么 钱 钱的一个比较通俗的讲法 A buck Buck是钱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拉斯维加斯就也不用赚一毛钱了 所以想一想 有entropy还是件不错的事情 对不对 他可以 还有各种的可能性 各种不同的microstate 那microstate越多 entropy乱度越大的时候 你的可能性就越多 所以这首诗还蛮有意思的 挺美的 你们要不要也来写一首诗 真的吗 不然接下来两周跟你们去酝酿一下来写一首诗 以韩跟entropy相来写诗 没有没有那个加分 可以加分 可以加分 对 我们一起来那个咀嚼一下 我帮你们两个礼拜酝酿写一首诗 可以共同合作 也可以独立创作 认真的吗 蛤 认真的吗 蛤 认真的吗 对对对我现在是认真的 我是认真的喔 或者我们不要限定entropy或entropy好了 就是就我们目前学到的化学 古化的内容里面 你可以针对特定一个主题 或者特定比如说勒沙菲的原理 我们还没讲 但是以前有学过 没关系 对 scherdinger scherdinger's cap 拨函数 针对任何一个 你觉得你可以发挥的 你来写一个 蛤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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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我们来 帮助来共享 科学跟人文可以结合在一起 好 欸 我们继续看课本 来416页这边 这个我们上课上已经提过了 entropy你从围观的观点来看的话 是围状态 microstate 那从这个例子 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 几率越多的时候 它是越容易发生的 它等于它发射的几率越高 好 那也是通常 围状态越多 它代表的是它的乱度越大的意思 所以 你看到416 一直到417 18 都在讲这件事情 好 然后 嗯 我们目前还有看到的是在 entropy 就是力学第二定律这边 413 没关系 我们现在要来讲一个 考虑一件事情 就是 世间 在发生 一些反应过 一些 物理现象的时候 有几 有一个这个 十字二字 我们现在要来谈一下 理想气体 它的等温膨胀 跟等温压缩的过程 通常我们在探讨一个 状态的变化 比如说理想气体好了 它的状态变化 通常会先 你先去区分一下 它是不是一个等温的过程 还是一个绝热的过程 好 有两个字 先认识一下 一个是isothermal isothe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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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等温 然后呢 还有一个字 adiabatic 绝热 绝热 那所以我们先来考虑 isothermal 这个过程 来看一下 isothermal extension 或者是isothermal compression 等温膨胀 extension膨胀 就是isothermal 等温压缩 compression 好 那先来考虑一下 isothermal的 这个现象 既然是等温 所以它的内能 有没有改变 没有 所以 以 我们先把adiabatic 先去掉 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等温 好 因为是isothermal 所以呢 delta t 是等于0的 那么既然delta t 等于0 表示的是delta e 有没有变 没变 对吧 好 那delta e 又等于什么 q加 w 它的最原始 基本的定义 是q加 w 所以现在q加 w 要等于0 那么也就是说 q等于-w的意思 好 好 那举个例子 我们可以顺便参考一下你的课本 的图十之五 如果现在呢 有一个容器 然后这边它有一个活塞 里面有气体 里面很多的气体 好 这个气体呢 它 你想一下 如果这边没有放任何东西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边有气体 这边是真空 它一定会这样冲过去嘛 所以你要让它维持在这边的话 一定是要有一个东西在这边hold住 拉着 好 那你如果这边我们用一个这样子一个转轴 把它吊着用吊的方式 如果这个是M1 好 好 那所以压力应该是多少 你想一下这边的里面的气体 它的压力 假设我们叫P1好了 P1应该等于什么 P1 P1就是力除以A 如果这个面积叫做A的话 表面积 那FU是什么 就是这个 质量M1 G 所以M 好 那我们现在考虑几种不同的情境 如果说我们现在直接把M1拿掉 M1拿掉的话 我们刚刚说的气体一定会爆虫过去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个情况是在等温下发生的话 就是它T等于0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叫做自由膨胀 free expansion 第一种情境 FU1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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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4V1好了 我們膨脹之後如果是叫做V2 等於4V1 好 那壓力應該變成什麼 四分之一 對 因為PVE要等於定值 好 這邊其實還小化了一個東西 它這邊有一個Heat Reservoir 就是它是在一個絕熱的環境下進行的 所以它現在是在一個等溫 然後沒有Heat Flow 然後沒有Heat Flow in and out OK 然後呢 有沒有做工 它現在這個有一點不太 跟我們說的那個做工情形不太一樣 現在我們考慮它有沒有 把任何的質量把它舉起來 沒有嘛 因為M是不是已經被我們拿掉了 所以它有沒有做工 它是自由的膨脹的 它不需要做工 Free Expansion 的情況 就是你從質量有沒有任何質量它被拉伸一段距離 沒有的話它是一個自由的膨脹的過程 那這時候 那這時候 Q就會等於0 W等於0 M1不是直接被拿掉 但是我們換一個比較輕的東西 換不同質量的東西 那我們最後一樣要達到這個狀態 這個境界就是 V2是4V1 然後P2是4P1 這個狀態 那時候 我們看一下課本 這邊直接你看課本 我們可以分成一步 分成兩步走 或者是分成更多步 六步 或是無窮多步 那我們分別來看一下它可能的情形 你先看到課本的419頁 我們在講的是十字二的這一個章節 在等溫的isothermal 等溫的情況下 DELTA1等於0 那Q跟Q是等於-W 然後你放在420頁這邊 如果是第一種 剛剛講的第一種情形 這個是one step extension 那就是自由膨脹 那就是自由膨脹 If mass M1 is removed from the pin 你有找到嗎 找到我在講的地方 那the gas will expand 那它會把這個moving the piston 把活在一直推到最末端那邊 那假設說最後是V2是4V1 然後P2是4 就是4分之1P1 好 那當這個過程在發生 我們先從第一個state到第二個state的時候 no mass on the pin 因為我們已經把M1拿掉了 no pass on the pin 所以呢 no heat flows in and out of the gas because T is constant no work is done 因為no mass is lifted 所以公是等於0 這一個過程叫做free expansion 好 那除了這種free expansion的情況 我們再來考慮一下第二種情況 就是我們看一下one step expansion的過程 好 如果我們現在把M1 換成一個4分之1M1的法碼 好 換成一個4分之1M1的話 那壓力變成什麼 壓力就是就變成原來的4分之1 變成4分之1P1 OK 那公呢 公就是你看你把這個質量舉起多少 所以是MGH 你現在的M是4分之1M1 好 對啊 所以是4分之1M1GH 好 那公 公呢 公是什麼 公的話是負P delta V P是什麼 蛤 4分之1P1嘛 對不對 4分之1P1 然後Delta V呢 V2-V1 V2我們剛剛說的state2是4V1 所以4V1-V1就是3V1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公是負4分之3P1V1 OK 這一步 好 我們現在為什麼要看這一步一步 等一下就會真相大白 但是我們現在先繼續看下去 好 那如果我們現在把這個過程 就是從狀態1到狀態2的過程 把它分成兩步來進行 就中間有經過一個中間的狀態 好 來看一下2-step的Expansion過程 好 2-step Expansion怎麼做的呢 We will expand the gas in two steps 那就是第一步先放一個 本來M1 它現在放的是2分之1M1的東西 的砝碼 先達到一個V2是等於2V1這樣子的狀態 OK 那這一步它所涉及到的弓是什麼 這一步它所涉及到的弓 是不是P1V1除以2 看得懂嗎 好 你現在你現在把那個M1換成2分之1M1 這個你第一步先把它換成2分之1M1 好 那它的那個體積膨脹的話 是從V1變成2V1 好 所以它的Pdelta B的話 求出來的是2分之P1V1 懂嗎 好 就是2分之P1 然後它後來的V2是等於2V1 2V1-V1 所以變成這一步的話它是2分之P1V1 然後呢 然後呢 在第二步 第二步它再接著把2分之1M1的這個砝碼 換成4分之1M1的砝碼 那這個時候再把它expand 狀態再接續變到最終的狀態 最終的狀態是P1是4分之1P1 然後V2的話是4V1原來的4倍 好 所以第二步的話怎麼算 所以就是4分之1P1 然後呢 後來的體積是4V1嘛 那你從第二步開始起始的時候的體積是2V1對不對 所以它的這一步的工是2分之1P1V1 好 所以它這分兩步它總共做的工是多少 總共做的工第一步是2分之1P1V1 第二步又是2分之1P1V1 所以加起來是多少 P1V1加起來是P1V1 你來比較一下跟剛剛一步走的 你不一樣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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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邊已經讓你先有一點sense 那個工它跟路徑有沒有關係 跟路徑有關 你走一步跟你走兩步 你所涉及到的工 你所做的工是不一樣的 好 那我也可以把兩步再分成更多步嘛 好 你看一下分了更多步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次把它分成了六步 好六步 那其實那個狀況就類似剛剛這樣子算出來的 你再把它翻過來 好 我們可以一直分分成很多很多小碎步 分成無限多步 那分成無限多步的時候變成什麼情況 變成要用積分的了 好 本來工的話剛剛一步兩步六步 你都是吧 所以如果分成很多小步的話變成是怎樣 W等於什麼 W等於什麼 蛤 變成很多步 變成很多步 P D V 對不對 然後 V1 V2 OK 分成很多步的時候變成這樣 這樣子怎麼積 這樣子怎麼積 怎麼積 好 先把P換成有跟V扯得上關係的嘛 好 那P跟V要怎麼扯得上關係 藉由PV等於NR0 對 P等於NRT 除以V 這樣子V就跑出來了 好 然後NRT 是不是可以提出來 對它是常數嘛 那所以裡面積分上就變成V分子底V 那是什麼 對 對 好 NR 好 那所以我們如果針對V1V2的話 那這個W變成什麼 好 當它是無窮小步的時候 這個過程可不可逆 當它是無窮小步的時候 就是我們把它這個膨脹的過程 分成無窮小步的時候 很多步嘛 無窮步的時候 每一步之間的差距是不是很小 每一步如果是很小步 小碎步的時候 你馬上隨時想要回頭都可以 對不對 都還來得及回頭 對 你如果走得太遠的時候 你就回不來了 好 所以對任何這種可逆 就是你一步一步 每一步都是很小步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它是一個可逆的 因為還沒套出去 它跟它前一步後一步之間的關聯 其實是很小 無窮緊密的嘛 所以是可以一樣回頭 可以回頭走 所以是可逆 reversible 我們用reversible 我們用reversible 來代替嘛 好 所以我們這邊得到了一個結果 是對一個可逆的過程 它的功 等於-nrt v2 除以v1 好 這一個 其實得來的還蠻簡單的嘛 就要換一下 就出來了 對不對 那所以 q的話 我們剛剛說 它不是等溫嗎 等溫的話 q是等於-w 所以等於什麼 nrt nv2 3 v1 好 reverse reversible 可逆過程 當它每一步都是無窮小的時候 這樣才能積分 用積分 積分起來 好 所以是reverse 那 這時候delta1 因為在等溫的過程 所以delta1等於0 好 那如果是等溫壓縮呢 等溫壓縮的話 一樣嘛 反正 膨脹的話就是v2大於v1 壓縮的話就是v2小於v1 對 但是一樣apply到這個式子 好 那這個式子如果現在要從壓力的觀點來看的話呢 in terms of pressure 那這邊v2 v2 可不可以換成p1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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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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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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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 v4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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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一個limiting case 它的每一步就是抵V每一步的 那個V的變化都很小很小 那這時候我們就用積分來處理 那這邊得到的結果 就是我現在修在黑板上給大家看的 最後這邊到423頁這裡 W等於這個NRT論V2除以V1 好 所以這個推導沒有問題 那我們把它apply到我們現在的狀況 現在我們不是說狀態1是在P1V1 狀態2就是最終狀態是在1 4分之1P1 然後壓力是多少 4V1 對不對 好 記得 那現在我們狀態1是在P1V1 然後它要跑到1 4分之1P1 4V1 這個是它的最終狀態 那所以我們把這個帶進去這個式子好了 那個是是什麼 它的公應該是怎樣 公的話W是怎樣 負NRTLN的4V1 除以V1嘛 對不對 好 然後就把它算出來 所以算出來絕後是等於1.4的P1V1 就是只是用這個帶進去而已 那你可以得到1 4分之1的P1V1 來 我們再來考慮壓縮的過程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舉手 有問題的舉手 從一步兩步到無窮多步 沒問題喔 好 那這是膨脹的過程 如果我們再往回走 我們讓它壓縮 壓縮然後讓它從狀態2回到狀態1 狀態2回到狀態1 一樣我們也可以把它分成一步走完 兩步走完 還是無窮多步走完的情況 來 我們來看一下 423頁這邊 The isothermal compression of an ideal gas 一步的時候 你看一下它涉及到的弓是什麼 P折卡V 那就是從4V1跑回V1嘛 所以是3P1V1 沒問題喔 好 那如果我們把它分成兩步的壓縮 兩步的壓縮的話 就是中間會經過一個中間狀態 它要換一下砝碼 所以一開始的話是怎樣 Compress in two steps 先把1分之1M1的先放上去 然後先讓它壓縮到2V1 然後在第二步 再把砝碼換成4 換成那個1分之1M1的 然後壓縮到回V1這樣子 分成這兩步 那你看一下 424頁這邊 分成兩步的時候 那那個弓是不是就是 這兩步所涉及的弓加起來 好 加起來是多少 你看2分之P1 然後那個體積的變化 加上第二步的 所以這邊的弓是2P1D1嘛 那如果變成無窮多步的時候呢 無窮多步的時候 那就一樣把這一步 這個式子帶進去 那只是說它現在是壓縮 所以變成是怎樣 從4D1回到V1 對不對 所以它這邊的V2變成是後來的 後來的就是V1 原來的咧 4D1 等於去跟剛剛一樣 只是變成是反過來 反過來 那所以得到的是多少 得到的reversible的弓是多少 1.4D1D1 好 有沒有看到 好 我現在是一步一步帶著大家看 那從這邊有沒有得到什麼啟發 有沒有得到什麼啟示 我們看到表的十之三在425頁這邊 來看一下喔 從這邊整理起來 都有課本吧 薛同學 有看喔 來看一下expansion 就一沒有 根本就沒有放質量 那個是free expansion 那當然沒有做工 也沒有熱的損 的那個交換損失 所以是零零零 對不對 好 來看一下 如果是expansion的第一步 一步完成的話 算出來的是0.75P1V1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4分之3P1V1 回過來看 第一步的expansion那邊 我們剛剛帶著大家算了 是不是4分之3P1V1 420頁這邊 好 來 你再看一下壓縮 一步的壓縮 一步的壓縮的工是多少 3P1V1 所以同樣是一步 一個是膨脹 一個是壓縮 它的那個進攻 有沒有進攻 network 進攻 不是不是進攻啊 不是這個進攻 你的膨脹做的工 跟你回過來壓縮做的工 不一樣 所以你會有一個network 你壓縮的時候 你是要用3P1V1 但是呢你expand 你是只需要0.75P1V1 對吧 那所以一個 一正一負的話 最後變成是有一個 有一個network 是2.25P1V1 你看一下表的十字三號 你要注意一下它的正負號 如果是expansion的話 誰對誰做工 如果是一個膨脹過程 是誰對誰做工 系統對surrounding 對外界做工 所以是正工還是復工 復工 那因為現在是等溫過程 所以復工的話 熱都是怎樣 都是正的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這件事情 對expansion的話 所有的工都是負 然後呢 熱都是正 兩個剛好符號相反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在isothermal的情況下的時候 Q跟-W是剛好有一個負號的關係 好 那如果現在是一個compression的過程 你看一下 如果是compression的話 那是誰對誰做工 外界對氣體做工 所以它是正工 它是得到這種以工為形式的能量 所以它是正的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工都是正的 那反過來它的Q都是負的 OK 那每一步 你去看橫的 每一步的Q加W 都等於什麼 每一步都是零 每一步都等於零 因為這邊 每一步都是一個等溫的過程 一個是等溫膨脹或是等溫壓縮 只要是等溫 Q就是等於負W Delta E就等於零 好 那但是我們從step 1 2 step第一個狀態到第二個狀態 然後再回來 第二個狀態再回到第一個狀態 狀態有沒有變 狀態好像沒變吧 對不對 你等於從1到2 然後再從2回到1 所以終歸還是在1 對不對 但是你來看每一步的工 第一 一步的 一步完成的膨脹壓縮 它有一個進攻在那邊 一個network在那邊 也就是有一個進的熱 net heat flow 就是-2.25 P1 P1 好 那你再來看一下 如果是分兩步的呢 如果是兩步的話 我們從一攻來看好了 是不是-P1V1 然後hungration是2P1V1 所以是不是也有一個進攻 是不是1P1V1 對不對 然後慢慢更多步 四步的時候也不一樣 但是無窮多步的時候呢 變一樣了 無窮多步的時候變成 它的那個攻是-1.4P1V1 但是completion無窮多步的時候是1.4P1V1 好 這個是我們前面鋪陳的民友 走這麼多步 最後得到的一個很重要的結果 結果 結果在講什麼 如果它是一個可逆的過程的時候 如果是一個可逆的reversible的過程的話 它在一個isothermal的情況下 它膨脹再收縮 膨脹然後再壓縮 它的有沒有進攻 沒有 沒有network 但是如果 如果現在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也就是它是有限步 有限的步速的時候 那它是不是可逆 就不是可逆 那麼它的那個network就不為0 不為0 那麼在真實的世界裡面 大部分的過程是可逆還是不可逆 大部分都是不可逆的 大部分都是一旦事情變了 你就回不去原來的狀態 回不去了 那就是真實的世界的情況 所以這邊提供你們一個參考 如果就是 如果是一個可逆 完全可逆的過程的時候 那是沒有進攻的 你永遠都不會白做工 也不會有熱量損失掉 但是在我們真實的世界裡面的話 大部分的過程都是一個 不可逆的過程 也就是說你會有一個進攻 你也會有能量的這個變化 是不為0的能量的變化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第425頁這邊 的最下面這一段 in this is a general result 這邊開始看 this is a general result 就是我們在討論這個表格上面 你看到的現象 只有在無窮多步的時候 工跟工才剛剛好 有相互抵消掉 那他說的這件事情 in any final step cyclic extension compression 就是在有限的步數的時候 工通常都會被轉變成熱 this result this result applies whenever the process is carried out in a non-reversible 就是不可逆的過程 的方式來進行的 換句話說 in an e-reversible cyclic process more work must be input to the system than the system produces 好 可以看得懂 你看你compression 你是對它做工嘛 對不對 你外界對系統做工 你對它做了3p1v1 但是它回過來它只要多少 只要0.75 如果是一步的的時候 那你如果分兩步的話呢 你要對它做工 你給它2p1v1 但是它回過來其實比較簡單 它只需要多少 1p1v1 所以你永遠有多做了一些工 做白工 那些白工變成什麼 就散意掉了 變成熱的形式就散意掉了 如果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的話 OK 好 所以 in all the finite gas compressions the work required is greater than 1.4p1v1 你看一下 我們對它做工 最小的工是什麼 情況下 得到的是最小的工 1.4p1v1是不是最小 你看一步的時候是3p1v1 然後2 1.6 然後再來1.4 1.4它是最小的 minimum 最省工 就是完全你都沒有做白工的情況下的話 你需要的工是1.4p1v1 OK 那但是其他部你都會有一些多做的白工 好 which is the maximum work available from the extension 那當然啦 對於所有的真實的過程都是不可逆的 因為所有的過程 並不能夠真的把它分成無窮小步嘛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結論 All real processes are irreversible 好 OK 再來426頁這邊 也就是說從這個氣體expand 從這個expansion 從狀態1到狀態2 狀態1到狀態2 the maximum work of the tenable 就是1.4p1v1 所以它這邊有給你一個式子式工 maximum 針對這個狀態的改變 它所做的工 the maximum w reversible 是在maximum 是在reversible的情況下發生的 所以它這邊給你的一個關係是 這個 maximum的工 可以從這個氣體expansion的過程得到的工 是在當這個過程是可以可逆的時候發生的 然後還有一個重要結論是什麼 這個重要結論我們之前已經討論過了 跟Q跟W跟路程有沒有關係 跟途徑有沒有關係 有關 有關 啊deltaE呢 沒關 所以deltaE它是一個狀態函數 但是功跟热它是非状态函数 然后最后这一段也是一个第三个重要结论 我们从热力学上给了可逆跟不可逆 一个热力学上的定义 它能不能够回到原来的状态 当它每一步都是无穷小的时候是可逆的 但是在真实世界是不存在的 所以所有的real process其实都是不可逆 然后reversible cyclic process 如果是可逆的情况下的话 那么系统跟surrounding都可以回到原始最初的状态 如果是一个不可逆的情况下的时候 即使你看起来好像这个系统回到原来状态 但是这个状态跟最原始一开始状态还不一样 其实已经不同了 已经不是原来的它了 即使它看起来表面上从以系统的观点出发 是P1V1没有错 但是它所涉及到的QRW那些都不一样 它的surrounding其实已经改变了 它的周遭的环境已经有发生一些变化了 所以它这边有提到 对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最后这一句 an irreversible process is one in which even when the system is cycled 这边看到它从state 1 2又回到1 and thus return to its original state the surrounding 这边把它画起来 the surrounding are changed in a permanent way 它已经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 它的surrounding也不是原来的surrounding了 所以这边最后我提醒你 所有的真实的过程都是不可逆的 可以哦 可以接受 我们最后再谈一个一件重要的事情 波子们你看一下课本426页 426页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 那个是波兹曼的样子 它的木质名 波兹曼哦 波兹曼你们之前已经认识它了 那个波兹曼常数 就是这个 KB就是波兹曼 但是它在它的墓碑上刻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画是薛定格 没有薛定格是什么关系 没有薛定格的墓碑上刻的是薛定格的那个薄函数 薛定格的木质名上刻的是这个 我像是给你们看了薛定格的木质名的照片 然后波兹曼的木质名上刻的是这个 不是刻的啦 不是刻啦 是刻它这一生的最大的工工伟业 那么波兹曼的木质名上刻的是这个 这个是entropy它在围观下的解释 是这个 这个是它的围状态 那这个是entropy 所以这个柿子要把它记起来 现在先记啊 我看到有灯我回来拍回外 就怎么认识 Kabul 祝福